中华文化道童 中华文化道童 血脉元年 悠悠岁月七千年 主的流芳 还原主生亿万三重千 但是中华民族 从先年皇帝 元帝持有地三十以来 总共发生了 三千七百六十次大小战争 这是中华民族 中华儿女的不幸和悲情 同是中华儿女本应相互的尊重 同中同远同主得 正是主得流芳 所以我们首先要达到 两岸的中华儿女 心所相连 与和平的智慧和爱心 所以举办这个追根塑源 是二十一世纪和未来千秋万世 整个中华儿女应允的基本信念 混元禅是本着孝道孝思的启迪 孝亲孝行的弘扬 以及各民族族群的融合 自二零四年起 零五零六 即零八零九 至二零一零年 连续六年每年元旦都举办 二十一世纪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 来自海内外全球各地中华儿女 三万六千多人参与盛会齐聚一堂 共同向中华先祖列祖列宗表达中华儿女 知祖恩 感祖恩 报祖恩的大笑之心 场面庄严而隆重 这是全球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 与展现相近心的开始 也是世界和平 天下太平的开端 大典中 中华民族历代天子帝王 九百一十七位圣灵 及中华民族列祖列宗 一万五千六百一十五姓氏株灵 接公银制会场 接受来自全球各界中华儿女的 诚心祭拜与表达心声 光辉世纪要中华 祖德流芳国际化 饮水思源 修旺本 联盟祭祀最看家 从祭文中 我们体会到了混元禅师的大忍 大德和大爱 从典礼中 我们看到了中华儿女的奇心 奇愿和奇形 在这一刻 我们充满了感激和感恩 更感到光荣 敬天祭祖感恩尽孝 期盼我中华儿女 亲手相连 发挥人性的光辉 共同创造世界真和平 天下太平 天下太平是全球人类共同的希望 混元禅师行到至今 以多元化全方位的途径 传播与弘扬和平文化 为世界和平的未来 拓展无限和平发展空间 其用心 足为世人追求世界和平的表率 其贡献 更为人类树立大同世界的典范 它是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的推手 是力转世界和平大法轮的舵手 更是广受世人敬仰 万众瞩目的台湾当代艺学大师 唯心圣教唯心宗宗主混元禅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